我們這一組想要解決紙類用量太納的問題 導致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因為不愛惜紙 我們想像的最佳情境是樹木減少被砍房 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我們決定宣傳用大面額金紙推廣使用對紙發票和宣傳使用再生紙這三點 老師請問你最喜歡的部分是哪一個部分 我覺得你剛問的三個問題的部分 跟我宣傳三個部分就對了 我最喜歡的是燒金紙的問題 因為前面兩個我們都有在做 我有電的載具 然後那個再生紙我們盡量都這麼用 但那個燒金紙我們家都還會這麼做 所以我覺得我比較喜歡是那一題可以勸家人 老師你建議我們還可以怎麼做 我是覺得電的載具那個部分很好 但是我剛問了你們三個小朋友 除了私習同學他跟爸爸同用的載具之外 你們也很搞笑沒有申請 如果你們小孩子沒有申請是可以跟家人共用的載具 自己都沒有電的載具 你就沒辦法申請電子的發票 這是我建議的部分 老師那你的疑問是什麼 我是覺得學校裡面教育場所的教育員工 對這個議題會比較敏銳一點 如果能多宣導給像一下阿公阿嬤年紀大一點的人 可能會好一點 對推動環保啊空污問題就比較有幫助 但是那個電子載具我就很擔心 年紀大的阿公阿嬤你可能不會用 這一點要準宣導就不知道怎麼辦 可能其實應該想辦法 老師那你聽完我們的分享之後 你有什麼新想法 我覺得學校這樣的課程讓孩子去操作 並去跟長輩或者其他人宣導 這樣子的做法很好 譬如說學到知識能實踐去推廣 推廣多少是一回事 但至少有推廣那麼聽的人 多少多少也很乾淨進去 然後對你們將來出社會 可能推動事情的話 這是一個先備的一個知識跟基礎經驗 就這樣 這樣子的課程活動非常大 我們花了約三個星期來完成挑戰 我們的行動大概影響了300人 我們在三個星期間 我們去看和Black Oprah 我們有欣賞影片 沒有那麼多大 如果你把熱力抵 grupo 我們有很多人 我們有幾個星期間 後 thuera 雙方 我們有酷 你可以找到 亀過 我們很少 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